先分兩個部分 先把高雲安這個事情先講 注意柯文哲的民調看起來 在前一波有受到高雲安的影響 所以包括陳志然 他後來在講高雲安的事情 我覺得都在閃 都在閃 都在降低那個影響 那在法律程式上 當然要先開第一次停 大概就九月 九月開完準備一下 然後後面才開始討論 實質上要怎麼進行 直接跟大家講 在一月十三號以前 不會有實質進展 不會有實質進展 很難 我講的最簡單的道理 沒有一個法官 想要在這個時候當劍拔 你不可能滿足藍白綠 任何一方的期望子 綠一定希望眾叛高雲安 藍跟白呢 這個時候則希望高雲安 不是保高雲安 是希望把高雲安 變成是一個政治操作 能不能從中獲利 法官這個時候 我等到一月十三號以後 才進行實質程序 中間這九十十一十二 這四個月的時間慢慢走 我們慢慢走程序 決定後面要怎麼談什麼事情 設定什麼樣的議題 所以不會有實質 那高雲安的事情 大概我的判斷大概就這個樣子 後面要再鬧什麼新聞 只有一個地方 因為律師越卷 會越看越多 我不是講律師洩密 律師沒有洩密的問題啦 中間可能我們會看到新的笑話 回過來看柯文哲 柯文哲講說他中華民國第一個可以 可是他不是唯一一個 他不是唯一一個民調下去再上來 二零一九年的小英 下去再上去年的賴清德 到今年也是下去再上來 現在的侯友宜 從三月掉下去 有沒有再上來 有再上來喔 如果九月十四號的訪美 真的幫到侯友宜 也許人家可以逼近二十五喔 不是現在二十喔 當然最當然行一波 第二十六波他又下去了 侯友宜的問題在於中氣不足 守不住老二的地位 所以要看九月十四 好 那對柯文在講 很實際的一件事情 最近喝咖 坐下來喝果汁這件事情 他會比侯友宜容易得分 為什麼 他回應了討厭民進黨的主流名 討厭民進黨群眾的主流名 他做的動作會逼國民黨 但是一樣要喝咖啡的人 對郭炭就要忍處理 他抓到了 但是你抓到之後 做了這些動作 也放話說有幕僚 幕僚接觸了 如果後面還是講句話 你去碰了這個期望 如果後面一事無成 會有反作用 因為菲律的討厭民進黨的希望 只是在總統合作 不是立委合作 討厭民進黨 想要下架民進黨的這個名義 這群選民 他們想要看到是總統合作 如果他跟朱立仁 談出來是立委合作 那不用談啊 那就會有反作用力 這個大概不用談到這一塊 可是這件事整件事情 你會發現除了合眾連橫的問題以外 因為個別出現的一些個案 像譬如高宏安 你說包括在過程賴平雲摔跤 什麼類似像這些事情 他會在過程當中 你說從雲爆 所有這些一路延燒出來 可是菁姐 在高宏安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知道 高宏安特別好 那時候不是講說美國大聯盟那個報告 報告說要等原文 原文現在翻譯出來 他特別出來講說 對 那裡面講說 我們的這個棒球場 十二億比美國高中 他講比美國高中操場還差 這些對民黨在執政過程 所有這些會不會有影響 這個當然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 已經爆發的舊事件 高宏安在大概選舉的時候 就開始打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應該就讓他進入司法程序 這個酋長有問題 剛好已經從他當市長以來 就每天去那邊挖土 所以我認為選舉都有這些 這位新聞事件的熱點 但決定輸贏還是整個大局勢 還是整個大局勢的旋轉 就好像你看為什麼今天的主題 突然間變成在討論一個 根本不可能發生的喝咖啡 因為基本上提出喝咖啡的是郭台銘 他是沒有實力 他也沒有立場來請大家談 你憑什麼要請大家談 因為你說他民調最低 你實力在哪裡 他的身價是國民黨的十倍 國民黨只有兩百億 他有兩千億 然後其他國民黨就真的陷入 郭董提出的這一點 其實這是郭台銘的一個競選的手段 因為他的整個大選當中他快淹死了 他民調一直往下掉 他必須不斷製造這種話題 所以他是一種在G.U. G.U.快要被這個選舉給拋棄 給邊緣化的狀態下 他丟出這個東西出來 那你們大家一頭肉 還跟他在那邊討論 柯文哲的回應很好 柯文哲的回應就是不拒絕 可是柯文哲的故意把話題倒到政黨 政黨領袖身上 然後在話語之中 等於是貶低了你 但是我就直接把他拉到政黨 那要談的政黨只有兩個啊 一個叫民眾黨 一個叫國民黨 如果這樣講 柯文應該在清頭喝吧 對嘛 因為這種事情是有正當性 他不能拒絕 因為非率的大家會 要不然怒火會燒在他身上 剛剛那個林韜議員提的 他說國民黨的主體性 他多次強調 那侯一定是正的來談 那這有什麼好喝的 如果你談判的時候 那立場已經很堅持 很確定 那怎麼會有人跟你喝呢 如果你真的要談 就是大家都沒有立場 什麼都可以談嘛 那這個顯不可能嘛 這個在目前的這種政治現實上 這個是不可能 那我認為這種選舉 如果會有選 如果說弱選 我認為他只要選第二 大概就沒 國民黨沒什麼政治責任 所以沒什麼政治責任 因為這在野分裂嘛 不然你期望他選多少 那選第三就不行 選第三這個這個就要追究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喝咖啡 如果真的喝成了 這絕對是 這 選舉的政治史 決定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如果喝失敗 都好說喝失敗更慘 會有反抓 因為大家有期望值 三個一定互相指責 都是你 都是你本位主義太重 都是你覺得你比較高 咖啡那麼爛 亂提條件 一定會互相推偉責任 所以這個有吃的是毒咖啡 這過胎鳴端出來的 不要亂喝 因為過胎鳴沒有損失 他已經都快被擠到最邊邊卡角 他一定希望製造這樣的事件 把你們兩大黨拉進來 但是只要有 只要有這樣的一種 不切實際的幻想存在 什麼整合 大家合合為一就會贏 那麼這檔選舉就會產生 非 非率就會有敵我不分 我不敢打你 未來大家可能會合作 你只要有敵我不分 那這檔選舉 他們就會 他們就沒有辦法整合成一個 所謂的非率盟組出來 今天什麼時候 科文者會真心誠意跟你談 你把他打到10%以下 他就會跟你談 那也要到10%以下也不用談 直接吃掉 如果你沒有把他打到10%以下 那你還不敢打他 那你不是笨蛋 像科文者現在是 他為什麼民調那麼高 其實只要是因為國民黨內部問題 你說還是他們不打他 對 科文者很驕傲啊 說我民調掉下去 我要上來 他是因為國民黨內部出問題 國民黨內部整個有問題 如果國民黨小雞都打他 是國民黨那個時候提名出了問題嘛 就是郭台銘 什麼郭台銘 郭台銘說被騙嘛 從那時候開始 要不然侯友宜民到中第一 其實如果侯友宜的提名過程程序是順利的 這種總統套選到現在就不一定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產生了 這個有個局勢的逆轉 把這些科文者上來 那如果你很確認 柯文哲 他只要有目前像這樣二十八 他不會跟你談 因為這種選舉 柯文哲如果落選 他絕對比跟你談好 因為跟你談就被你吃掉了 他怎麼可能 所以除非你把他打到 柯文哲算一算 我不投降 那我更慘 他才會跟國民黨談嘛 否則你浪費時間 在這裡談不談 尤其最重要就是 我常講的 國民黨最有戰力的 在雙北的小級立委候選人 通通不敢去碰柯文哲 每個人都害怕柯文哲 到他選區提名 所以侯友宜就得不到活力支援 連蔣萬都得不到 蔣萬在在算 那克批的臺灣市的帳 完全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沒有人敢幫蔣萬安講話 那你柯文哲民調怎麼會不高 那當然高